這一步 我們走了35年 我們走了35年 我們越熱 我們就要越堅強 我們讓我們的農業 充錢走好 喜悅藏不住 風雨中生信心 當主委的最後一天 因為前級就升官 成農業部長 農業部的成立 那身為第一任的部長 其實我要特別感謝 你進黨執政 在蔡英文總統底下 讓一個陳卡丁娜 可以有這個機會 來擔任這個位置 農業部正式接牌 只是成為第一任部長 陳吉仲的人士 卻備受質疑 除了剛剛提到的 1450的始祖 還有開放萊豬之外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開放核食 還有缺氮危機 缺氮還缺了好幾年 所有外界的任何的批評 那我們都會虛心的來接受檢討 但就算不當部長 陳吉仲或許也不怕沒出路 民進黨平南立委參選人 被視作潘孟安接班人的 許展為涉案退選 縣長周春銘就點名 張瑞雄或是陳吉仲 有望頂替出展 郭總統怎麼看許展為涉案退選 我們就是要讓農業永續 以這個工作為主要目標 這個我上次已經當任過一次救火隊了 那我會覺得是不是更沒有包袱的人 下去全力拼戰 那這個隊可能比較好 確實平南選區還有蘇家勢力 蘇正清因為選霸法修正 不得參選 由兒子蘇孟全代父出征 也讓民進黨立委選情再添變數